作弊队又添一圆 应该都知道插入照片这里 左滑就可以插入私人照片 你正常参考它去画 但是在缩饰回放的时候 这张图不会显示出来 不提倡用这个方法干坏事啊 但是有一个点真的非常有用 你像我平时上色前 我会先来一个试图色 画一个小色稿 这样我正式上色的时候 就参考它就行了 但是我不希望这张图 一直出现在我的缩饰回放里 教你一招 先用掏索工具 把这张图框选出来 操作工具下面点剪切 重点来了 粘贴的时候往左滑 看到没 出现一个粘贴私人 应该没有几个人 发现过这个地方吧 看这样它就成为一个私人图层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啊 就比如说我已经画好了一个草稿 但是我在上面勾线的时候 不希望缩饰回放里出现这个草稿 还用刚才的方法 这个图层点剪切 粘贴左滑 粘贴私人 这样再看视频里 就没有草稿的痕迹了 把这个方法用在正道 你肯定需要 就没有草稿的痕迹